然後我們基礎燈光打完後 我們就要來調整我們的 算圖設定 畢竟你看 大家直接看這裡的光 影子其實很粗糙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些VV的算圖設定 這樣一樣我們把ambient打開 bloom可以打開 這樣你看高光有一些光陰會增加一些效果 好再來ScreenSpaceReflect這個把它打開 這裡其實針對我們像我們是這個模型沒有透明 所以其實Reflect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它像這個 Reflect打開其實它跟環境的互動 光影的反射很重要 再來是一個最重要的Shadow 之前講到說我們的所有大部分燈光的細節都是用CubeSize這個在調整 我們把SoftShadow先關起來 你看我們現在這邊的光影怎麼調都不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主要的陰影來自於太陽 太陽的陰影的設定是Cache在Shadow這一個 我們用這個才能調整它的細分 像太陽你看這個細分可能不太夠 4096都還顯示有點粗 好我們看一下太陽的設定 Shadow 我們這裡太陽的Shadow一樣我們把ContractShadow打開 它會變得更更銳利一點 光影比較精確 這個是很重要的ContractShadow 背光也是我們把ContractShadow打開 ContractShadow打開後我們回到我們的 EV的設定 ContractShadow打開後 其實剛剛我們在1024太糊糊的 像我們這樣ContractShadow開後它就已經足夠銳利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Render的細分 這裡的話我們先用ViewPro來乘064 看它的細分程度夠不夠 我們正式算圖再把它開高一點 像128再來算圖 轉圖設定 轉圖設定 像我們沒有 Here InteractLine 這裡我們像其他都不太需要調整 我們簡單模型呈現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按Render 單張F12 好這裡有些可能 我們有編輯的模型物件 這個部分其實很多人會忽略 我們把這load打開 把後面這幾個 這樣給打開 就是我們像我們這裡按XX的這裡 有這個Collection 它這裡攝影機還是開的 所以它還會被算出來 所以我們要把攝影機關起來 這樣的話我們再按F12 Render 這樣的話它才不會算出來 這Collection才不會算出來 好 按這裡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就來檢查一下 到底哪裡有問題 好 我們把檢查後 我們其實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把我們這張圖算出來 當然光影的話 我們這裡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像補一些光影 讓它陰影不要這麼黑 好 你現在看到這邊邊邊有鋸齒嗎 像這裡鋸齒其實就是 我們的細分不夠 我們這裡的細分可能要再調高一點 200 I'm sure 有沒有像這裡的細分就比較 比較清楚了 細緻 好 大概這邊就是關於EV的算圖設定